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近于千动万人的有关杜兰特的巨像再度发生变化 迈阿密新去报著名记者拜瑞爆料 由于热火针对杜兰特的报价并没有打动狼王的蔡老板 热火管理层终止了追逐杜兰特的计划 很有可能会以目前的阵容进入新赛季 而另一只对杜兰特感兴趣的球队凯尔特人 今天也有他们的传奇球星皮尔斯发声 告诉众多媒体力军不会在拿布朗交易杜兰特 自由市场开放多天后 蓝王连续多次拒绝了多支球队的报价 让联盟里的球队感觉到蓝王其实并不想交易杜兰特 另外欧文的交易价值较低 胡人又不愿意多出手轮签 杜欧组合仍然会是蓝王对新赛季的王牌组合 他俩在蓝王将再占一年 这个消息传出后 最受打击的必定是胡人 詹姆斯多次表达了想要再次联手欧文的意愿 希望培林卡能促成为少许欧文的护华 无奈不管是蓝王还是步行者都对微少不感冒 这让胡人真的是毫无办法 而也就在蓝王传出不会交易度欧的消息后 突然一条更劲爆的新闻传来 胡人 公牛 黄蜂正在酝酿一笔三方 有可能涉及十名球员的交易 胡人送出微少 农眉 踏克 两眉手轮签 得到德罗赞 罗奇尔 海沃德 黄蜂送出罗奇尔 海沃德 普拉姆利 得到微少 科比怀特 五千围棋 公牛送出五千围棋 得罗赞 科比怀特 得到农眉 踏克 普拉姆利 两手轮签 这笔交易如果成型 公牛有可能是最受益的一方 虽然农眉近两个赛季商并不多 上场时间寥寥 但是健康的情况下仍然是小球时代最强中锋之一 而武器围棋虽然也很优秀 但是事实证明并不适合在季后赛 不仅得到全民心浓眉 还有两枚手轮签 德罗赞上赛季在公牛表现出色 但是他并不喜欢在公牛打球 他最想要去的还是胡人队 既然如此不如在他合同有效期内用他换浓眉 新赛季公牛首发 球哥 农眉 纳文 华盛顿 卡罗索 这样的阵容在东部非常强悍 黄蜂老板乔丹一直表示喜欢威少 希望威少能够来黄蜂效力 交易成功后 不仅甩掉了卢奇尔 海沃德的长期议价合同 还为三球找到了一名导师级别的举行 新赛季三球 威少 武器围棋 布里奇斯 乌布雷的首发阵容 一定能让黄蜂成为黑马球队 一场季后赛的滋味 对于胡人这比交易纯粹就是为了送走威少 唯一的亮点就是丹姆斯身边多类一杆火箱 全方位升级的德罗赛 不管是打法还是防守端的贡献都非常契合老瞻 场距26.6分的表现 关键时刻大心脏的属性 都是现在胡人最需要的 而且德罗赛的三分命中率 在上赛季也创下了职业生涯的新纪录 现在的德罗赛已经是一名超级无敌的双能位 组织进攻都有一套 中投小汪子在季后赛更是无敌的存在 德罗联赛时候两人的无缝连接 至今还让球迷回味无穷 作为甜头的海沃的离开爵士后就呈现玻璃人属性 但是曾经入选过全明星的海沃的实力还有 有防守而且还能打无球 这妥妥就是球场上的万金油 而罗奇尔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一流 在防守端态度非常短暂 虽然进攻有时候会神经刀 但是他目前的提升空间还很大 如果两人能保持健康 胡人真的有可能捡到宝了 即使两人没有打出身价 胡人能一下强走为少 送出伤病不断的戴维斯肯定也是赚翻了 新赛季胡人不出意外肯定能杀洛基后赛道 与能走多远 将取决于詹姆斯和德罗赞的态度 三方交易 胡人是为了请新资送走微少 为了未来送走龙美 最大的赢家还是公牛和黄蜂 大家觉得这笔交易怎么样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几天前 76人官方宣布 球队正式和哈登完成续约 而根据此前新资网站的报道 哈登和76人签下了一份 两年686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下赛季薪资为3300万美元 23到24赛季薪资为3560万美元 包含球员选项 哈登刚刚完成续约 明界OJ就报道确认 NBA已经开启一项调查 他们将重点关注哈登 TAC 豪斯的签约中 是否存在违规招募和提前接触 哈登将新卫球队补强 在NBA联盟看来显得不可理解 99%的超级巨星都在努力争取大合同 你凭啥特立独行高峰亮节 事情还要从当初塔克加盟76人开始说起 在自由市场开启前四天 用铭记斯泰因的话说 联盟诸多求罪人士就确信 塔克是属于76人的 他们私下已经完成了谈判 而在自由市场开启前一分钟 塔克的经纪人就宣布 76人以三年3300万美元成功签下塔克 与此同时 豪斯和76人两年850万美元的合同 也一起官宣 根据劳资协议规定 在美东部时间6月30日下午6点前 球队是不可以联系自由球员的 那这件事就变得不合理了 如果真的没联系 那塔克和豪斯为何如此之快被76人拿下 明届OJ报道 NBN联盟将围绕哈登拒绝球员选项 接下一加一合同给球队腾出新次空间展开调查 甚至有一些猜测的声音认为 哈登和76人已经提前商量好了未来的合同 这违反了劳资协议 而76人宗经理现在已经接受联盟律师的审问 76人需要提交球队的电子通讯记录 电话记录给联盟配合调查 而明届斯泰因也报道确认 联盟不少人认为 哈登之所以同意将新牛队 因为得到了76人对他的保证 76人可能承诺在零下补偿哈登在今年房企的东西 比如说五年顶薪续约合同 当然人们还怀疑76人是否真的愿意给哈登提供这份顶薪合同 一个月前 哈登放弃执行新赛季474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新赛季薪水为3300万美元 降薪的数额 大地邓与塔克和豪斯一年的薪资 这一点确实非常有意思 而薪资专家暴毙马克思也直言 即便联盟现在没有查出76人违规之处 但是如果哈登一下和76人有什么动作的话说 联盟依然有权在名下重启调查 因为违规招募和调查没有过期时间 有费成媒体表达不满 违规招募每个球队都有 每一年自由球员市场一开放 萌生一堆合同 凭什么针对哈登和76人 费成媒体直言 联盟认为现在的现象是正常的 76人很可能有违规 但是很多球队都在钻联盟这个漏洞 从哈登说起过去一个赛季 哈登常规赛场均21分青篮板10.5助攻 最后赛场均18.6分5点青篮板8.6助攻 哈登的表现被认为不值得顶心 甚至说他如果执行球员选项的话 未来免不了被人诟病和指责 但是以哈登的身份 他不拿顶心也不行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詹姆斯在38岁的年纪 依旧可以和胡人训任两年9710万美元 外界没有任何探讨詹姆斯是否该降星序约的话题 同样 伦纳德去年夏天受伤赛季报销 快船依旧是准备好顶心奉上 也没有伦纳德不值顶心的说法 而到了哈登这里 他的主动降星 名义上是问了球队冲冠做出自我牺牲 可是也在影响自己的价值 在NBN联盟看来 这不合理 当然 NBN联盟调查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去年公牛违规千换球哥 热火违规千换洛瑞 最终都是目收次轮签 对于球队的影响并不算大 但是对于哈登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安慰 哈登在火箭八年 几次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倒在勇士脚下 离开火箭的哈登 数据在下滑 表现被人质疑 但是当他签下一份降星合同时 联盟此举动像是对哈登一个回应 你依旧处在超级顶心球星之列 不应该降星幅度如此之大 当然 76人和哈登在今下一系列的努力 转折点就是在明年夏天 哈里斯合同在23到24赛节到期 76人名下有机会送走合同年的哈里斯 为接下来哈登续约 继继续补强球队腾出空间